跟着火火兔学古诗 闲读古人诗 应看古人意 古诗好难学呀 我不学了 一点都不难 看看故事就懂了 我们一起看故事学古诗吧 无论平地与山间 无限风光尽悲战 爱的百花成蜜红 为谁辛苦为谁甜 不论平地与山间 无限风光尽悲战 爱的百花成蜜红 为谁辛苦为谁甜 哇 这里有好多蜜蜂啊 是啊 不论是在地上还是山间 都开满了花 所以蜜蜂们都来采蜜了 蜜蜂们每天采这么多花 酿这么多蜜 真辛苦呀 这些蜜蜂们 就像是每日在田地里 辛苦忙农活的人们 一年来收获的粮食 是给了谁呢 自己又能得到多少呢 小朋友们 现在知道这首诗 讲了个什么故事吗 让我们再来看一遍吧 不论平地与山间 无限风光尽悲战 爱的百花成蜜红 为谁辛苦为谁甜 不论平地与山间 无限风光尽悲战 采得百花成蜜蜜 为谁辛苦 古为谁甜 古事一点都不难哦 我都学会了 扫描二维码 我们一起来学吧